刘千古嘛 对 没错 压力好大 要管这么多人的婚姻大事 雾木门城墙下面有一个快速地方 他应该是义工吧 多少钱捡一次 六块钱 哇 真的是好优惠哦 我已经没有头发再捡 而且就过不了东了 他这个西安城墙是张铁明市长 当初力排众议 然后一票否决 都是必须保留 可是那时候听他们说 就是这个经费啊 有点抓金见责 后来用什么样的方法呢 西安城周边外围的这个村镇县 去给他们烧这个青砖 送到西安来 然后上面可以刻这个村的名字 这些路段你可以看到某某村 某某村 就是他提供的这个青砖 然后后来之后 西安好像就又好像发展起来了 满这些城墙的圈的时候 全部都不用 只要能 名字留在西安城墙上 鼓流千鼓吗 对 没错 就是涌流千鼓 哇 这段故事真的是很感人 这个市长也非常有远见 对 那个是五几年的时候 所以你可能在西安 你都可以问到当初有些年纪比较大 他当时都是 就是自愿来帮忙修成人的学生 很多很多 恭喜你成了西安城 他这个有一个小台阶的 那个清宫水上飘 那个好像可以这样子 清宫上城墙 冬日的暖阳 然后换水的城墙 跟休闲的这个咖啡厅 年轻人很喜欢这种氛围 一直喝咖啡喝茶饮 还有人在泡公司茶 你不是从小泡到大吗 很文艺的那种 从那边走过来到了寒光门 红炉寺 你看少数民族的首领国外使者 来金朝建 红炉寺负责辨别高下之等 饗宴的数量 就是他要了解对方 外国是什么等级的 他给他举办一个什么等级的会面 他们接待外宾的咯 这个在早市竟然有这么吵 这天 哈利亚 朱雀门 对 那城墙上面也有人在跟我们打招呼 这个比面 你看他们这里的那个垃圾车 分类巡查 这车都很这么可爱 对 这一路过来我看很多情怀餐厅 江子庙街 好多年轻人待在这里 开了好多 对面也是 我觉得这个氛围挺好的 一脉道远香子庙 大道至酒 一脉道远 上上落水 月下老人 我第一次看过月下老人 第一次看过 真的 四大元帅的马王爷 三个眼睛 三眼花光 这是香煮 香煮 香煮 是谁 香煮 我吃到香煮是什么 是谁 是香煮 是香煮 第一次看它庙有一个出生半生 好熟悉的名字 但我一下想不出来 白度一下 但是它这个香煮庙是求恩援的 对 有需要的朋友 请来西安香煮庙 把这些都要寄托给他们 压力好大 我要管这么多人的婚姻大事 那可以利用 这里有一口井 八卦井 八卦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